《时代周刊》曾八次将他列为封面人物 其中两次将其评为年度风云人物 世界的目光都曾经跟随着他 西方人称他为打不倒的小个子 毛主席说他是柔中有钢 免礼藏针 外面何其一点 内部是钢铁公司 他被誉为中国既往开来的领袖人物 他将中国带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他改变了中国 创造了时代 也影响了全世界 他就是邓小平 1904年8月22日 邓小平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星乡排放村 邓小平的父亲为邓小平取名为邓先生 期望邓小平能学习圣人的品格 长大后努力做一个对国家 百姓有用之人 母亲能干 勤奋 正直 教导他 餐子吐尽了甘丝 自己就憋死在茧子里 他们不是为了自己 全是为了让他人过上好日子 做人也要学学餐儿的作为 不能光想着自己 母亲的思想 影响了邓小平的一生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战火纷飞 不得安宁 小小年纪的邓小平 就已经有了救国救民的念头 五四运动爆发后 邓小平积极走上街头参加爱国运动 不久后 邓小平的父亲主张邓小平 去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就这样邓小平离开了父母和家乡 带着理想独自去往远方闯荡 经过一年的紧张学习 16岁的邓小平通过考试 成为了父法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1920年10月 邓小平抵达法国 并进入诺曼地区八一男子中学学习 因为时局动荡 中国政府不久后 就中断了对他们的资金资助 邓小平只能靠半工半读 来维持学业和生活 再加上当时经济危机席卷欧洲 光是找一份工作就很不容易了 就算找到工作 还要常常面临被解雇的危机 留法期间 邓小平什么工作都干过 机车的私路工 捡码粪的清洁工 扎花工 餐馆的帮手 每天工作至少十个小时 这段艰辛残酷的生活 令邓小平刻骨铭心 邓小平开始重新审视整个社会 也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 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邓小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后来邓小平在巴黎认识了周恩来等革命青年 1923年 邓小平参加旅欧共青团支部工作 正式开始了革命的生涯 不久后 就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7年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 他正式改名为邓小平 战争时期 邓小平始终活跃在第一线 邓小平常常说 我是一个军人 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 邓小平是一名优秀的军事家 别看邓小平个子小 身体瘦弱 但却有着常人没有的 大智慧和高瞻远瞩的事业 邓小平曾指挥百团大战 对日作战 邓小平还领导了三大战役中 规模最大的怀海战役 创造了六十万赢八十万的奇迹 征战数十年 邓小平却从未受过伤 也没有被敌人补过 成为俘虏 毛主席向外宾介绍邓小平时常说 你看邓小平人这么小 可是打南京是邓小平统帅的 刘伯承很会打仗 作为军事主官 邓小平的指挥能力众所周知 国民党的最高指挥官 曾想把邓小平扣下当人质 邓小平觉得失去了刘伯承 不无怨言 勤勤恳恳 凭借自己出色的能力 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 邓小平还收容调队的红军 带着他们和印刷设备一同困难前行 到1935年的遵义回忆 邓小平的事业才开始回春 而另外两次的起落 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岁月中 邓小平两次被批判打倒 历经磨难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 无不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邓小平是文革十年 所涉及的最重要的人物 写文革就不能不写邓小平 而文革十年又是邓小平人生中 跌宕起伏的重要一页 写邓小平也不能不写文革 有人问邓小平 一生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邓小平直言是文化大革命 运动刚开始不久 邓小平就成了被重点打倒的对象 邓小平不仅要接受批判 还要去参加集会回答问题 但是在自身难保的时刻 邓小平却仍然想着保护他人 为了其他人能不被祸及 邓小平一人承担下所有的罪行 必须讲清楚 绝大多数是好同志 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 而应由我来负担 然而运动越演越烈 外面铺天盖地 贴起了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 那些牛鬼蛇神 也轰轰烈烈地来抄家了 他们翻找家里的文件 想找邓小平的罪证 结果搜遍了整个房子也没找到 屋里只有一些书籍 他们不知道的是 邓小平开会不做记录 平时不写笔记 这是邓小平的习惯 那些人气愤地说 一点笔记都没有 这个总书籍 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 他们不死心 又想找邓小平贪污腐败的证据 于是要求邓小平全家 交出家里的现金和存折 结果发现 邓小平穷得连一分钱都没有 还道歉了别人两百块钱 他们什么都没查到 只能失望而归 邓小平被逼着下跪 遭受暴打 还要每天去劳动 外表冷静 波澜不惊的邓小平 其实在每个清冷的夜晚 焦虑得夜不能寐 在如此狂风大浪中 唯一能让邓小平觉得安慰的 是亲情 是子女们的支持 邓小平从来都很坚强 从来不哭 但是跟子女的生离死别 让邓小平痛苦得难以承受 从那以后 邓小平彻底开始了与外界 完全隔离地囚禁生活 然而那些人并没有放过邓小平 开始向邓小平的家人下毒手 儿子邓朴方被关进阴暗潮湿的洗澡间 殴打 虐待 严刑逼供邓朴方 来揭发自己父亲的问题 邓朴方死也不肯 最后不堪凌辱 从高楼上一跃而下 之后又不被及时遗救 结果造成终身下半身瘫痪 这段岁月对邓小平的打击是巨大的 邓小平的弟弟也因为不堪侮辱 而选择了自杀 邓小平自己的生命更是岌岌可危 遭受过多次暗杀 抬头需要勇气 低头同样需要勇气 疯狂的年代 邓小平忍辱屈服 但灵魂仍在高傲地飞翔 1973年2月 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 邓小平可以回北京了 1973年12月 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委员 邓小平重新进入了共和国的中央高层 恢复工作后的邓小平 开始大刀阔斧的 进行拨乱反正 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进行全面整顿 整顿铁路 整顿教育 整顿经济 整顿军队 这个因为动乱而千疮百孔的国家 因为邓小平开始出现了生机 1989年11月 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 邓小平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 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 邓小平起了关键的作用 1990年3月3日 邓小平把江泽民 杨尚昆和李鹏请到家里说 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 就是这十年有发展 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 或者是低速度发展 例如4% 5% 甚至2% 3% 会发生什么影响 这不只是经济问题 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邓小平说话 总是言简一概 一针见血 邓小平觉得 说话的力量不在于长度 而在于力量 邓小平的女儿曾经问过邓小平 长征的时候 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 邓小平只说了三个字 跟着走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解释 只说了两个字 发展 1980年 邓小平接受了 世界第一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 他说 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 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谈率 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 邓小平超越了个人恩怨 谈历史问题 是谈得很深的 他曾向邓小平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 中间休息的时候 邓小平问他 你跟你父亲也这样说话吗 法拉奇说是的 邓小平笑着说 那你父亲不给你一个耳光吗 他深深地被邓小平的犀利和直率给折服了 他说邓小平是个伟人 邓小平对一切问题了如指掌 每个问题都回答得很精彩 邓小平像我的父亲 我问什么问题邓小平都能容忍 邓小平还如此幽默 使人感到亲切 我喜欢邓小平的风格 基辛格看到了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后 对邓小平说 在世界上所有的领导人中 你是唯一同法拉奇谈话 能取胜于他的人 邓小平76岁时 虽年事已高 又曾历经坎坷 但仍红光满面 精力充沛 身体非常健康 据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统计 三年时间里 邓小平先后会见外宾187次 接受外国记者采访7次 参加各种重要会议61次 追导会7次 与中央负责人谈话 会见党外朋友21次 10次离京到全国23个城市视察 还有一些无法统计的事物 如果把这些加在一起的话 工作量是相当惊人的 这些数字对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 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邓小平身边的保健医生说 我在邓小平身边工作三年 竟从来没见邓小平患过感冒 也很少见邓小平吃药 邓小平健康的秘诀就是 生活极有规律 每天早八点醒来 先测量血压 洗漱后八点半早点 就在书房间办公室里 喝杯牛奶 吃根油条 接着就是一边喝浓茶 一边批阅文件 邓小平总是会把杯子里的茶叶 放得很多 待全部抛开 要占杯子的三分之二 最喜欢的就是四川 安徽初产的清茶 有时也喝西湖龙井茶 邓小平得的办事效率很高 一般在十点钟左右 就会将秘书们送来的 各种重要文件处理完毕 之后 如有会议或外事活动 便乘车外出 没有 就坐在沙发上看看书报 打打桥牌 活跃活跃脑子 午饭十二点 晚饭六点半 几十年不变 饮食上从不暴饮暴食 也不挑东减西 厨师做什么 就吃什么 邓小平最爱吃四川家乡风味菜肴 回锅肉 扣肉 粉蒸肉 大肥肉等 还有就是自家制作的臭豆腐 腌胡萝卜丝等 邓小平家有个规矩 不浪费 剩菜剩饭 一律下顿做成烩菜 烩饭 就是菜剩下的汤 都要留到下顿吃 邓小平曾风趣地说 汤最有营养 不会吃剩饭的是瓜娃子 邓小平每天上午 只要不外出 总要抽出时间 在自家的院子里 散步十多分钟 邓小平家的院子 最大外远约140米 每天固定走18圈 散步时目不斜视 步履坚定 沉默无语 不用别人提醒 绝对一圈不多 一圈不少 雪与天不方便 邓小平就在走廊里 来回走动 几十年如一日 每天散步 从不间断 邓小平对待散步 像对待工作一样认真 邓小平还爱好游泳 不是游泳池 而是在大海里畅游 邓小平非常珍惜 每一次下海的机会 天再冷 浪再大 邓小平仍乐此不疲 而且 一游就要一个多小时 为了锻炼身体和意志 邓小平一年四季都洗冷水浴 晚年不能洗冷水浴 邓小平就洗热水澡 还常常在洗澡水中加一小盆豆浆 邓小平说 这样做对老年人干燥的皮肤 能起到较好的养护作用 邓小平对足球情有独钟 是个不折不扣的球迷 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 就特别喜欢足球 情愿挨饿也要省下钱来看足球比赛 文革后邓小平第三次付出 首次的公开露面就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 邓小平对待任何事情都自己独立思考 情绪从不受外界干扰 邓小平胸襟开阔 对死看得很坦然 无论出现怎样的意外情况 邓小平都遇事不惊 泰然处之 有很强的心理素质与天才智慧 邓小平家世四世同堂 上游老祖 下游孙子孙女 老老少少十几口人 可谓儿孙满堂 邓小平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 每天上午十点左右 邓小平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 一边舒展筋骨 一边走到房间 看看小外孙女杨阳 与杨阳说上几句话 问吃问喝 并拉着她的小手斗完一会儿 其乐融融 抽烟是邓小平多年来 不曾改变的时候 虽然抽烟有害无益 但像邓小平这样 有着多年的烟灵 一下子戒了 反而会引起 机体平衡失调 危害更大 邓小平在抽烟问题上 做了最大克制 后来循序渐进 在1989年退休后 邓小平彻底戒了烟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老当义壮的邓小平 所创造的丰功伟绩 处处影响今日的你我 当你坐在高考考场时 你一定会想起邓小平 1977年8月4日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 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 座谈会 就是这次会议 邓小平果断决策 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 当你坐在舒适的高铁上 旅行时 你一定会想起邓小平 1978年 邓小平在日本 考察新干线时曾感叹 像风一样快 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当你留学美国 徜徉在长青藤下时 你一定会想起邓小平 1979年邓小平访美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 首次访美 从此揭开了 中美关系的新篇章 就此开启了中美留学热 当你和家人 一起参与义务指数时 你一定会想起邓小平 1979年2月23日 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上 邓小平倡导决定 每年3月12日为全国的植树节 1982年的植树节 邓小平率先垂饭 在北京玉泉山种下了 义务植树运动的第一棵树 当你坐在宽敞的教室学习时 你一定会想起邓小平 1982年 邓小平为希望工程亲笔题词 并于当年6月10日和10月6日 两次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名义 为希望工程捐款 当你和家人一起在港澳旅游时 你一定会想起邓小平 邓小平提出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 1997年7月1日 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事主权 1999年12月20日 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事主权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邓小平 香港 澳门人民不会忘记邓小平 所有深圳的人民 更不会忘记邓小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